新任美国总统拜登 于美国时间周三2月10号晚 终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了 选择在中国农历熟悉这一天 挑了个喜庆的日子 但是好日子并不代表着好结果 那这二位目前世界第一 与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 谈话进展如何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据美国白宫声明 拜登先向中国人民祝贺春节 之后向习近平表达 美国对中方威逼性和不公平的经济政策的忧虑 与此同时 拜登向习近平阐明了 美国对中国一些行为的根本性的关注 包括香港 新疆和台湾等问题 拜登还与习近平讨论了 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希望与习近平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 白宫等声明称 拜登在通话中强调自己的首要工作 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健康和生活方式 同时保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 拜登又向习近平表达 对中国当局在香港的镇压 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 和对台湾等地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的关注 除此之外 两位领导人还就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 以及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和防止武器扩散的共同挑战交换了看法 拜登总统致力于在有利于推进美国人民及我们的盟友的利益时 寻求务实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 中国官方新华社指 习近平向拜登表示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新华社又引述习近平说 台湾香港和新疆等问题都是中国内政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慎重行事 据新华社的报道 通话中习近平向拜登指出 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承担着特殊国际责任和义务 双方应该顺应世界潮流 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又认为 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会有不同的看法 关键是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助理 先前我们做过多期节目 大多唱衰美中关系的前景 不过这次通过习拜通话 好像情况想象的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小编也曾说过 两国领导人这种性质的通话 的确不会触及太多实质性的对峙 大多是出于礼仪的交流 况且拜登选在这个时间 很难不让人认为 有专门给习近平送上新春祝福之意味 但是美国白宫官员 依旧认为拜登在这次谈话中 处于绝对优势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 在美中两国领导人通话前 举行的背景吹风会上表示 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已经与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与伙伴 进行了一系列的接触 现在我们相信他处于优势地位 能够向习主席阐述美国对中国一些做法的 诸多核心关切 中国多多逼人的行为和滥权 也会讨论美国认为与中国合作 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领域 这位高级官员表示 拜登此前与习近平打过很多交道 很了解他 而这次通话将是两个人 作为两国元首之间的首次接触 在拜登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的八年里 他与习近平有过多次一对一的接触 习近平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访问美国时 拜登接待了他 拜登曾经表示 他与习近平单独相处的时间 超过了25个小时 比任何一位外国领导人都多 在拜登与习近平交到通话之前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拜登除了会表明 他对中国的一些行为与政策的关切以外 也希望能与习近平建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他说 拜登会本着这种精神与习近平通话 而且基于对他很深的了解 采取务实的态度 并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 在上星期日播出的CBS的采访中 拜登总统谈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说 没有理由不给他打电话 他对习近平做出了一些赞扬 但是警告说 两国之间的关系会与特朗普领导时期有所不同 所以拜登现如今对于习近平使用的是 寓意先扬的打法吗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与习近平通话的同一天稍早时间 拜登巡视五角大楼时表示 以指示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成立特别工作小组 重新审核对中国的战略 包括情报科技及军事参与等范畴 有媒体引述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称 该工作小组由15人组成 预期4个月内向当局提交建议 从种种迹象来看 拜登对中国的打法确实有些扑朔迷离 谨慎中透着一丝自信 但更多的时候让人感觉到 更想与这个强有力的对手握手言和和平共处 不过高手过招就在好力之间 美中关系未来呈现怎样的态势 我们且等二位的再次切磋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